15分钟 张委员好 江委员好 江委员长 首先请教一个问题 美国牛肉可不可以吃 可以 为什么 现在不是有一些进来的都已经含有不同的成分吗 那是极少数 但是它已经在我们抽查到之后加以禁绝 所以现在并没有含有不法的瘦肉精的问题 这个我再解释清楚 全世界的瘦肉精40多种 但是美国在最早的时候 它只有FDA只有允许莱克多巴胺这一种 40多种瘦肉精里面最轻的毒素的莱克多巴胺 加在美国的牛肉饲养者 牛肉的这个身上 就一种 但是到了几年前呢 它又加了一个最近的所谓的这个 奇葩特罗 所以美国是允许两种瘦肉精 加在这个美国牛肉上面的 那当然它的成分跟我们所要求的不一样 那台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规格并不一样 那个院长你可以看一下 在台湾我们只有允许莱克多巴胺10个PPB 但是在美国本土 我们在美国本土吃牛肉是可以允许两种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奇葩特罗 这是可以的 在美国本土 但是我们这一次发现的 是除了莱克多巴胺之外的另外一种成分 那个虽然在美国本土被允许 在台湾不被允许 对 所以只要我们进来的美国牛肉 从此以后没有奇葩特罗 还是有合乎标准的莱克多巴胺的话 美国牛肉可不可以吃 当然是可以 我们这一次禁决掉的 也是含有奇葩特罗 这一种瘦肉精的美国牛肉 而就我们目前所知 美国政府其实也在考虑 要把奇葩特罗 也把它禁止掉 当然这个是他们政策上面的一个讨论 不管他们最后做的决定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只允许含有 容许值范围内的莱克多巴胺的 瘦肉精美国牛肉进口 因为奇葩特罗 它的这个成分 它是十二倍 它的毒性是比那个莱克多巴胺强 但是这个我必须跟院长 还有我们大家 这个国人同胞讲一下 这些东西跟农药一样 它有毒性 但是整批是量的问题 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加 我们也在使用农药 所以只要量是对的 量是合乎这个规定的 比方说莱克多巴胺十个PPB 另外奇葩特罗 它有零点八三的PPB 它也是可以被使用的 在美国就是这样子 只因为台湾只有允许一种 并不表示说那些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 瘦肉精子这个观念 稍微弄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院长你也是承认 这个美国牛肉应该继续进来 我们经过去年关于进口美国牛肉的讨论之后 尤其是在七八月Codex做成最终的新标准制定之后 这个争议已经平息了 我们现在也知道 美国牛肉原则上是可以进口的 但它必须符合我们国家的规定 院长这个是你的施政报告 是 这一次的施政报告 本席是非常的肯定 内容非常好 但是我看了半天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为什么呢 整整那么一本书里面 没有提到侨保两个字 没有海外侨民两个字 这个是我看到了 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 院长你想想看 你这一篇报告 只能证明你是两千三百万的院长 但是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随便加个海外侨包 海外侨民 海外地区 你就是六千万人的院长 有这么好的投资报酬率吗 只有加几个字 你多了三千五百万的 这个管辖 那个委员长 向委员报告 我们送给大院的施政报告 分成口头版 跟这个书面版 书面版绝对是有 而且有分门别类非常的清楚 但是口头版因为这个篇幅跟时间的限制 不要讲说是侨胞 有可能没提到 甚至于有一些其他的施政的项目 也没有办法一一提到 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至少要加几个字嘛 把海外地区啦 侨胞啦 因为中华民国海外人口比台湾的人口还多 谢谢委员的建议 我们将来在市政报告专题上会出力 海外侨胞是我们国内的负担吗 当然不是 不是吧 为什么老是有人在讲说海外侨胞 这个A我们健保 A我们年金 我想那是一个误解 那绝对是一个误解 政府的政策 不会因为 比方说税啦 年金啦 健保 不会因为他是海外侨胞就减免 没有啊 海外侨胞也是按照我们的规定 是必须要缴纳必要的费用 对啊对啊对啊 另外啊这个 委员长 你辛苦了 听说你从上任到现在已经出国十次了 到美国四次 到日本一次 到巴拉玛一次 六次 那你觉得海外侨胞对国家的向心力怎么样 海外侨胞对国家的向心力 还有对台湾的未来的发展都非常关心 非常关心嘛 委员长 侨胞啊 我也在美国啊 做了一些这个侨务的座谈 我也希望侨胞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事实上几乎没有不支持中华民国台湾的侨胞 我很少碰到 所以我希望了 因为侨胞对跟我们国内的事情啊 他不是只有侨务委员会在管 他跟内政有关系 他跟经济部也有关系 他跟这个农委会什么会都有关系 所以我是希望 这个院长请注意一下 您的侨务政策是什么 向委员报告 侨胞对于国家的贡献 以及对于我们未来在各方面的发展 可能发挥的这个作用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过去因为工作的关系 也拜访过侨舍 那现在担任院长之后 以今年的十月 这个四海同心的联欢大会来讲 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 对于中华民国的认同 跟向心力 那么我们将来的侨务政策 其实从陈委员长上任之后 就有一个很新颖的规划 他会特别再加强 我们在侨教 还有侨胞回国投资 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这几个重要的方面 会有所着力 谢谢 这个委员长 你真的很辛苦 我在美国看那个电视 也看到很多 你到很多地方去 所以希望你继续 替我们侨胞来努力一下 谢谢 这个陈委员长请坐 主席 我请一下外交部林部长 请外交部林部长 为了时间关系 我继续讲 部长 从这个 我也跟院长报告一下 从我们免签证之后 到了TFA的很多的谈判 到了这个台日一月 然后台非的一月 所有的那个WHA的谈判 然后我们现在IKO的谈判 外交部也做了很多事情 也做得很不错 平安心讲 说我对外交部的这个 这个努力 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在这边可以肯定 但是我要请问一下 部长 是 我们在柬埔寨跟缅甸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外交关系 我们现在跟柬埔寨 还有辽国缅甸 没有外交关系 可是呢 我们事实上都已经建立了相当的接触 这也是我们会 列为一个重点的工作 那你相不相信 侨胞可以把国旗 放在柬埔寨 每一个人都欢迎 也可以放在缅甸 甚至可以拿到孟加拉 你们也看一下这个上面 这个 我本期啊 我们办公室跟外交部 跟农委会 把几百顿的这个米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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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啊 送到 你看这个是孟加拉 然后呢 所有的那些人啊 都排罪在等着米 这些米 是侨胞 自己把农委会给他们的米 再加上一些 这个包装 上面有写 Lob from Taiwan 也有我们的国旗 外交部做不到的地方 侨胞都帮你做到了 当然这不是外交关系啦 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至少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台湾 你看看下一张 有多少人期待在等着 在排队 要领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侨胞 帮他们申请到了一些白米 这是不是外交关系 我想这个是民间的外交 当然我们希望说 大家能够一起来推动 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那海外侨胞做的 这跟外交部有关系啊 跟农委会有关系啊 很多事情啊 你要护照的话 就跟移民署有关系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海外侨胞跟国内的关系 它是很密切的 它是不能分开的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政府能够明白的 确实的了解这一点 是我们完全同意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利用各地台商的力量 一起来推动 但是我们对侨胞的 这个这个给他的一些资源 还是太少 我开个玩笑 我们有Apache的直升机啊 30架直升机要进来啊 一架直升机的钱啊 等于侨委会啊 两年的预算 几乎两年了 一架哦 就一架直升机的这个这个钱哦 差不多是侨委会两年的预算哦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政府还是应该多关心一下草包 好不好 好 那个呃 部长谢谢 是谢谢委员 院长 想请教一下你的这个个人的意见 您对于监听有什么看法 监听是呃打击犯罪的一种工具 但是监听的执行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法令来做 才不会腐烂 我认为监听啊 是有这个必要的 美国联邦法院啊 在十月十月十号还是九号的时候啊 他通过了一个法 那个那个法 他允许美国政府继续监听他的人民 联邦法院哦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监听不是只有政治目的 很多人都把它讲成政治目的 监听是为了什么 是有一部分可以防止犯罪 监听主要就是为了防止犯罪 减少经济问题 减少一些这个这个社会问题 监听有其必要 是 我赞成法务部长所讲的一句话 监听是一个政府的必要之恶 没有办法 我们经常说 防君子不防小人 监听就是要防小人不防君子 是不是这个样子 呃这也可以说是委员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尊重 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认同委员刚刚所讲的 监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要打击犯罪 让民众生活安全 所以我们以自己国内的这种监听的案件的总类来分的话 绝大部分都是用在毒品防治 还有黑道帮派贪污等等 这一些重要的犯罪 那国人只要看清楚这个真相就知道监听确实对于我们 这个防治犯罪是很有帮助的 我希望能够把监听给他一个这个证明啦 不要给他污名化啦 监听有其必要啦 这一个国家就是院长您刚刚讲的很多方面啦 是我相信经过这段时间讨论 绝大部分的声音也都知道我们所谓的通信监查 其实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我们当然要小心 它不要被用在不法的用途上 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不要腐烂 但是该做的都应该要做 否则的话我们国家没有办法获得安全 对 所以我刚刚强调的监听也是合法的监听啦 也不是一般的监听 另外啊 这个我举个例子啊 我跟院长讲一下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两个人 假设在争执的时候 我拿起鞋子啊 往地上丢 往后面丢 往天空丢 我有没有办法 只要没有伤害到别人的话 那是你的一种表现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丢的方向 会伤害到他人的话 那么这就是不对的 如果我拿起鞋子往地上丢 跟拿起鞋子往你身上丢有一样吗 这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法律常识 法律道理 我们大家还要在那边吵吗 我们只是要说 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 这是民主嘛 但是你的个人的意见 你不能有侵略性的行为啊 你不能有伤害的行为 这个那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大家都在想说 我丢在地上 为什么不可以 你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你拿起鞋子 像哪边丢都没有关系啊 对我赞同委员的 所做的分辨 另外啊 最后一点我想请教院长一下 我们台湾对这个身心障碍者 他有很多那个 那个 我有一个亲戚 他的这个儿女是身心障碍者 他从来没有自己出门过 也没有自己做什么其他事情 都是人家在照顾他 但是呢 他出门的时候很方便 他有身心障碍者的卡片 他的车子可以停在哪边 他有这个很多走道 很多坡道都有 但是 如果照顾他的人 以后没办法再照顾他的话 我们对那些身心障碍者 有什么保护呢 有什么保障呢 政府有没有一个多元性的政策 可以让他们的将来 能够受到保障 受到保护 向委员报告 这正是我任内 希望能够有重大突破的 施政项目之一 我们现在国家对于身心障碍者 根据申选法的规定 是有相当多的 明目上 可以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